其实还不是很熟 所以特别注意我刚刚讲 这个切来切去 这个动作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懂了切来切去 你会发现中间这个范围很小 写程式 你常常要怎么 拉来拉去 拉来拉去其实很不方便 一下拉这边一下拉那边 用这个方法很方便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呢 你会发现 老师这字太小了 看起来很辛苦 那怎么办呢 教过一个方法 字怎么样变大 其实跟各位讲 你们去查研究的书 没有一本书 跟教你怎么把字放大 不信的话你去翻翻看 真的找不到答案 教各位一个方法 其实你要再去找一本书叫 如何使用Eclipse 坊间好像没有这种书 如何使用Eclipse 你去坊间翻翻看 没有 目前还没有人写 应该是如何使用Eclipse Eclipse开发Java 也没有啊 之前有上课有学生说 老师那你为什么不写呢 我其实写书真的很好赚 OK 那再来的话 我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要把字放大 特别注意 动作还蛮多的 视窗喜好设定 里面的什么呢 里面的那个外观 一般是像外观 外观里面的颜色也自行 自行里面的基本 基本里面的自行展开来 把字放到14好了 我放16好了 这样按确定 再按一个确定 好 字放大 这样看起来 哇 舒服多了 不会有时候太大了 它会有折行的问题 OK 那这边的话 记得喜好设定 里面的这个地方 一般是像的这一个 然后基本自行 这个自行 我看改大概14好了 14可能差不多 OK 确定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 再把刚刚的那个程式 把它再讲一下 我刚刚本来是用什么 用乱数产生 那如果接下来 我会希望怎么样 跳出一个视窗 让使用者输入像什么 像这样子 输入 请输入半径 对不对 我输入6 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就可以跳出什么 它的面积为多少 在这里 半径 面积 那只有多一个东西 就是视窗环境 这个东西 那其实各位 慢慢要习惯 Java有点是 软体零件 它是一个 有点像主机版 你去买一个 界面卡 网路卡好了 你先买来 插上去 它就可以作用 它就有网路功能了 可是如果没有呢 就是没有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什么 一个视窗环境 所以你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它其实已经有这个零件 只是说在另外一个地方 你要怎么样 把它汇入进来之后 就可以使用了 那哪一个呢 跟各位讲 如果视窗环境最简单的 就是叫 其实第一个 请你慢慢习惯用一个什么 Import Import怎么意思呢 就我刚才讲 这个零件是在外面 你要怎么样 把它汇进来 就可以使用Import 那Import我要知道说 这个是什么东西 它在隶属于哪一个大类别 所以你会发现 它是一个大类别 里面有一个直类别 所以呢 在哪里呢 其实可以这样 我的喜欢空一格 然后你就打一个JX Java Java X 它X的话是Extend 它是延伸的一个类别 Java 所以你打一个Java X 点 那你记它是Swing 如果你记不起来它全身 你至少要记它开头 S W 打上去之后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按Enter 再把它back回去 再点一下 那它是J Option Pen 所以你打一个J 不过这个J Option Pen 有点麻烦 它不会自己跳 它好像这个 不知道在这个环境 好像有点问题 它不会自己跳出来 那你只要记得 它叫J Option Pen 的这个东西 所以跳出来 刚刚那个东西叫J Option Pen 就对了 就是类似像网路卡 它提供了什么 网路功能 这个东西就提供一个 画面给人家 OK 它是一个软体零件 那你直接怎么办呢 把它Import进来 点两下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游标移上去 它这边都有完整的说明 移上去 大概一秒钟 这边通通都有说明 如果太小的话 你可以把它放大 如果不够大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移到浏览器 点下去 它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 说明档 我说明档 我说明档